我再睡一会儿 陆队 咱不是要去看狗吗 咱们一会儿就走了 报告 行啦 知道啦 行了 知道啦 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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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一会儿他们又要叫 让他们叫 那他们要再叫 你不答应的话 他们就要乱想 你都出现我房间了 他们怎么想 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现在特别后悔了 后悔什么 后悔因为您在回场外 我不该直接走 我不该直接走 加油站之前 我在一个会场外 排查可以爆炸物 看到你了 那次是你排爆的 然后呢 没然后 我已经解除我归队 见完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您两三句就讲完了 日常的工作 有什么可讲 你不是找我吗 六队 看狗 对 对 看狗 对对对 看狗 对对对 看狗 那几个人 崽子想死你了 我现在就牵过来 我去 你在屋里等着 我去给你买一套餐 那我直接给你去嘞 去吗 等你回来 陆队 听众有女朋友来了 你朋友什么想什么口味的 给我包子 谁说 好 给我包子 给您来俩 有缘啊 嫂子 你看我们的陆队啊 真是几辈子的缘分 都说两个人能在一起 总得有一些缘分 正名成名 这就是 对啊 咱们那次支援回来 陆队在操场上坐着 给咱们吹口琴 那口琴吹的 吹过不少兄弟 那是我这辈子啊 唯一一次听陆队吹口琴 那个时候我刚来 我还不了解 我说咱们这陆队长 可真是铁骨柔情啊 肯定是想嫂子了 后来一打听 跟我一样是个光棍 我就想吧 我说咱们陆队 肯定是工作太忙了 多年没碰到单身优秀女性 思春了 没想到后来还有这话 他唱的什么歌呀 在他乡 那时候不理解他 也不知道他在这边任务重 经常打电话也找不着人 正好那段时间 我家里又出了点事 想找人陪聊聊天 就找不到 后来就自己一个人扛 扛着扛着就累了 觉得这种男朋友不要也罢 后来就分手了 初恋嘛 能走到最后的也没几个 帅路 这眼睛又有点的 对对对对 嫂子别介意啊 那你和陆队呢 一定是长长久久啊 那 哪个人 和陆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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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 那 来 跟陆队呢 那 这